最热门的新闻 最深入的探讨 焦点探索 这也是中央广播电台 政府和民间正在推动发展大数据 而中国大陆在日前也发布了 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 规划未来五到十年的发展目标 什么是大数据呢 可以应用到哪些领域 此外在发展大数据上 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跟挑战 我们今天节目中访问到 东海大学经济学习助理教授 王一泉王老师 我们分析说明 王老师您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王老师您可以先跟听我们说明一下 什么是大数据呢 大数据说严格一点来讲 它是一套比较新颖的资料分析技术 那并不代表传统没有这样的分析技术 只是说它能纳入的资料量更广 更多元性 然后运算的速度可以更快 王老师那可以帮我们举些例子 它怎么样可以应用在我们一般比较熟知的 我们先谈商业领域的部分 企业界它可以怎么样应用这个大数据来做一些服务 或衍生的一些应用呢 近来比较热门的 大概在商业的话 就是所谓的精准行销 那它可以说提早洞察说消费者喜好的特性 然后推荐他想要的商品 那比如说在网页上Amazon就可以根据你过去浏览的记录 在你每次登录他的网页的时候 他就会率先给你他推荐的商品网页 然后当你点击某一个商品的话 他会出现说其他人比较常购买 在购买此项商品底下 他也会去看哪些商品 那这些就是大数据在背后运算所支持出来的 如果说我以往在这个网站上有进行过一些消费 那这个网站他也可以利用这个大数据资料 了解我一些消费习惯 在我再上去浏览网页的时候给我一些推荐了 是 那并非说以前没有这样的东西 只是说近年来在推荐上面 他越来越能精准的抓住每个消费者的习惯 跟他购买的行为 这是所谓的精准行销的部分 所以大数据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他可以说是说挖掘以往 我们过去所忽略到的一些资讯 然后提供一个更新更精准的讯息给消费者 或者说给厂商 是 黄老师 因为我们看到其实有一段时间了 有很多这种虚拟的消费网站销售 跟实体店面的结合 他们是不是后面也把这个数据的资料库 做一些结合来专家应用呢 是 现在非常流行所谓的虚拟整合 因为老实说所谓的电子商务的兴起 大部分侵蚀了实体商店的获利 那现在开始实体商店为了不失去网路购物这一块 所以都开始推动所谓的虚拟整合 那在电子商务这一块的话 由于消费者看不到实体的产品 所以说对于网路诈骗或其他这一块的事件也层出不凶 所以说虚拟整合这一块的销售 对于消费者来讲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 这是在商业服务方面的应用 那如果在一些公共服务或者是政府机关的一些服务 可以做怎样方面的应用 其实大数据应用的方位非常的广泛 在政府方面 譬如说美国海关 他现在自从发生恐怖攻击事件之后 他也会利用大数据的运算 迅速的辨别每个通关的影像 来判读这个有没有犯罪 或过去他的记录 有没有犯罪的可能性 那另外的话 英国伦敦 他过去一到下半时间就非常的塞测 那他也用大数据的分析来规划灯号 就是交通灯质的变化 来疏解所谓的交通涌舍的问题 就是说知道哪些路段在上下班 尖锋时间比较容易塞车 我在这地方在做灯号上 跟平常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 是 是这样子的一些应用 所以这提供了民众很多的便利 王老师 我们在发展这个大数据上呢 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或者是可能会面临到一些挑战呢 现在在大数据上面 最容易被人家过病的 也就是所谓的各自法的保护的问题 然后曾经有一个美国的案例 就是说在网路上 他可以抓到这个流言的人 竟然可以辨别说是哪一位人 甚至说在网路上直接公布 这一个人的姓名 他的住址 然后最后导致了说 这个人因为受不了这些流言攻击而自杀 所以各国开始注意到这种各自法的问题 那其实说 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你在网路上的任何的消费行为或流浪记录 都很有可能说 透过大数据的分析说 捕捉到这一位是谁 那这也是目前说 大数据在应用上面 各国政府一直想要避免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那在这方面的话 要怎么样去避免 以及说服民众 让民众能够接受大数据 未来可能一些应用发展呢 首先在公共利益上面的话 我是觉得 只要是对全民有利益 为优先考量的 这部分在分析上面 基本上应该不会有问题 另外就是说 如何政府在各自法上面的保护的认定 如何去保护这个消费者 尤其是政府这个机关 他所拥有的资料 通常是最齐全的 然后也是对于个人资料 所拥有的最多的 那我相信政府在这一块上面的 资料保护上面 应该要给予民众一个 能够受信任 然后也能够提供给学界 一个做分析的一套方法 既能避免说 个人的资料外泄 同时也能为了全民福祉 来做这个大数据的分析 所以保护资料的安全 还有民众的隐私 像这个资料 像刚刚老师所提的 能够给民众 还给公共利益提供更多的便利跟帮助 老师 另外再请教您 您刚刚也提到商业的服务 有很多的这种大型企业 他们做结合 那大型企业本身 他们可能在以往的销售服务中 可以累积到很多的资讯 不过对一些比较小型的业者来讲 他们在这个大数据这一股潮流之中 您觉得他们在应用这个部分 或者要搭上这一班潮流列车 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我认为说中小企业想要进行所谓的大数据分析 其实有一些困难点 基本上他们资金或人力 一般中小企业根本无法support这一块的研发 那我的建议可以先从说政府先成立 或者说公务部门先成立一个比较大的 data的base 就是一个资料库 然后或者说有一些第三方单位来协助 这些中小企业进行他们本身资料的分析 跟所谓的这一块政府的资料来结合做分析 这样比较有可能说提供给中小企业 也在运用大数据上面的一个帮助 那现在坊间其实有很多所谓的资料分析服务的公司 那他们也是提供类似这样的服务 那我个人的认为会是说 中小企业他们本身所拥有的资料 本来就是有限 那你如何说在有限的资料跟成本底下 经费底下 你还去进行这所谓的大数据分析 希望他们带来对公司本身的利益的话 那首先cost down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那我认为说 唯有透过与外部大量数据的结合 你才能发挥所谓大数据本身的价值 你光靠子分析中小企业本身的资料里面 那跟一般传统的财务分析 就是本身资料分析 其实我相信对于中小企业能提供的帮助是有限的 是 老师如果我们台湾目前在发展这个大数据上呢 您觉得可以朝哪些方向来进行呢 以台湾目前的不管是产业的一些结构 或者是发展的一些特性或想象的部分 可以朝哪些方向来发展呢 我现在觉得说 台湾政府目前在推动所谓的政府open data这一块 我觉得对于民间企业是有相当大的帮助 那如何把这个时程再缩短再加速 因为就我的认知里面 台湾其实很多大企业早就已经开始在进行所谓的大数据的分析 那他们过去的资料量累积也多 所以他们进行分析 他们是有这样的诱因跟能力去做这一块 那问题在于说 如何加速整体台湾在大数据分析这一块 第一个首先就是政府的open data的时程要加速 第二个是说 现在全世界都非常流行所谓的IoT 就是物联网这一块 台湾如何建置这样的执政场域是一个问题 台湾向来就是说 各推各的话 我会觉得说这样帮助不大 只要政府能够着手建置这样的一个环境 然后提供企业 或者说一些研究单位来进行这一块大数据分析 我会觉得这样的帮助才是对台湾人 加速台湾在大数据分析这一块的利益 是老师刚刚讲到物联网 老师可不可以帮我们举个例子 物联网怎么配合这个大数据来应用 可以提供一些服务呢 物联网的意思就是把所有的机器或人或事物都能够把它储存成一个数据资料数据 然后后面再经有大数据的技术来进行这块数据的分析 那物联网最简单的来说就是说 譬如说一台摄影机 它能记录你的一举一动 然后你什么时间移动到什么方位 你做什么事 那过往的话 它就是一个影像资料 那如何把它转换成说一个电脑可以解读的数据资料 然后我们再用这样的数据资料来进行所谓的大数据分析 那这一块就是我们以后 我们希望能建造的环境 譬如说现在也有在推所谓的智慧建筑 或者说远距离的医疗 它有在记录说所有的病人 或者说他在移动的时候 他的生理的特征或情况 那这种东西都是一种IoT的应用 就是转换成一个数据 然后来判读这个人的情况 那我会觉得说 大数据的优势在于说 它能分析我们以往所局限住的资料 很多东西我们没有办法观察到的 然后能透过IoT这样的环境 把它转换成一个推储存的资料 然后再分析 那这个东西就变成是取决于说 你能储存的资料到底范围有多广 有多长 那这个东西是现在企业都在推动的 那台湾的优势在于说 在建造IoT环境这块的硬体 我们有非常强的能力 那现在问题在于说 应用上面我们台湾的目前的进度 还是相较于其他个国还是稍微落后一点 所以如何把这两块做一个结合 然后提供给所谓现在非常流行的资料分析学家 来进行后面的模型建造的 然后分析的功能 那这样才是一个一整套完整的大数据分析的流程 是 刚刚是帮我们分析 现在目前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发展大数据 所以我们台湾也要赶快的做一些应用跟推广 好 我们今天节目中非常高兴访问到 东海大学经济学系助理教授王一全 王老师针对什么是大数据 及可以应用到哪些领域 还有在发展大的数据上 需要注意哪些方向以及挑战 为我们做详细的分析说明 非常谢谢王老师接受访问 谢谢您 谢谢